为了让民众得以迅速收到灾害或是紧急讯息 9月21号国家防灾周上午的9点59分到10点01分 将要办理两分钟的演练测试 届时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会主动的切换频道到公式来播出防灾讯息 要提醒观众朋友多注意了 9月21日国家防灾日除了将延续去年办理全民地震避难演练之外 今年更新增指定频道演练及前进协调所状况演练等等 以强化灾害应变情资的传递和管理 内政部今年将首度在上午的9点59分到10点01分 办理两分钟的演练测试 届时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将主动切换频道到公共电视台 并且播出防灾讯息 那么在演练的当时有线电视的用户可以选择持续关注讯息 或者是切换到其他的频道 兼顾了灾害紧急讯息的传播效能 还有民众的收视权益